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经在地藏菩萨本念经中说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在过去无量节旧人以前 有一位佛名叫清净莲华木如来 他的寿命长达四十节 后来在这位佛涅槃之后的相法时代 有一位修行正古的阿罗汉 他时常接受供养 为众生培植福报 同时随缘叫化众生 有一天 一位名叫光木的女子 准备了美食来供养这位罗汉 你今天设斋供养我 是想要求些什么呢 我的母亲 刚刚过世不久 我希望能以摘僧供养的方法 来为母亲做功德修福报 真不知道母亲 现在究竟投生到哪里了 好吧 我为你入定观察一下 你母亲的去处吧 你好 我来干嘛 我来找aha 这遍 什么 你 INO 我也是 你在哪里 nosaltres 接近 天 这耳心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生前做过什么事 她现在身处恶道里 正受着很大的痛苦 我的母亲 生前最爱吃鱼鳖之类的动物 尤其爱吃鱼子 或炒或煮任意食用 常常这样吃下来 伤害的生命真是成千上万 请尊者慈悲怜悯我 教教我该如何救他脱离恶道之苦 你可以至成送念 清净莲花木如来的名号 并且塑造绘画此活的形象 这样做 可以使活着的人和已死的人 都得到善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劳各位了 请在这儿见佛像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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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 这边一点 好 辛苦了 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母亲 已经脱离恶道之苦了 不久后 就会投生到你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后来 伯木家的婢女生下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 出生还不到三天就会说话 不哭了 伯木 伯木啊 我就是你死去的母亲啊 我身前不明佛法 早下种种沙印 因果自作自首 此后就一直坐在黑暗的地里守候 是靠你念佛修善的功德 才得一头才转胜 母亲啊 地狱的罪报到底是什么样的 那样痛苦的事 这是千百年也说不完 我虽然才是能从恶道中解脱 但是因为罪业深重 也只能偷生成为短命的下人 活到十三岁就又要死去 重新躲入恶道受苦 你有什么办法能救救我 让我能解脱罪业 从此独再受苦啊 母亲 愿我的母亲永离地狱 让她十三岁死后 不再堕入恶道受罪 十方的诸佛 请慈悲地怜悯我 听我为母亲发下的广大誓愿 我对着清静莲华慕如来向发誓 若我的母亲能够永远脱离恶道的背剑 永远不再胜为女神 从今以后至百千万亿劫中 我愿一一救度所有世界中的罪苦众生 救他们脱离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 直到令他们都成佛后 我才愿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国 你真是大慈悲 能为母亲发如此大的誓愿 你母亲在十三岁舍报后 将投生为一位受命百岁的繁智 命中以后又投生在无忧国土 寿命长得无法计算 最终他将会成佛 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时候的罗汉就是现在的无尽义菩萨 光木的母亲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 而光木就是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从过去九远节以来 一直如此慈悲的众无量大愿 广度一切众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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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